今天这个影片我将会教你 三个步骤用手机快速制作超线片头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撞兵宴 欢迎收看网红课堂 教训影片终于又更新啦 你有没有发现我刚才的片头特别的酷 偷偷告诉你 我完全是用这个来剪接的 今天我要跟你介绍的是 韩国非常知名的手机剪接APP Videomonster 它主打简单和快速 不需要具备任何的剪接知识 也可以轻松上手 如果你有做过剪接的话 就知道剪接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除了要配置很好的电脑 还需要花时间去制作特效 找无版权的音乐 设计字体等等非常麻烦 但是现在这款APP Videomonster 把复杂的剪接流程通通简化 只浓缩成三个步骤 第一,选择模板 第二,剪接影片 第三,导出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正式进入今天的教学影片 登录的话非常方便 有四个选择 马来西亚人的话 大多数都是选择Facebook或者Google 这样我自己的话就是选择Google登录 它的这个Template非常多 根据官方显示目前是有4000多个 这样它是有分为两大类 可以看到这里写着Social Video 还有Marketing Video Social Video的话一般上是比较适合个人使用 Marketing Video就比较适合商家 既然是教学影片 我当然是从这个最实用的开始交集 所以我今天会示范 所有的YouTuber都会用到的东西 就是影片片头 所以大家可以点击这个title OK 然后来到这里的话 可以看到两大类 分别是New 还有Hot 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弹性线的人 所以我就点击这个New OK 这样子的话呢 这里有很多的这个模板 OK我先给大家播放几个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模板就非常适合 这些女生使用啊 美妆播主等等的 非常好看 让我们再看看随便一个吧 是不是觉得简单又好看呢 这个也是非常适合那种Vlog的人用 我们再来点击其中一个来看吧 像这个风格就跟刚才那个差别很大 这个就比较Fashion一点 OK 这样子呢 刚才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几个非常好看的这个模板 那现在呢 我就开始正式制作我自己的这个片头 然后呢 我就点击这个我比较喜欢的Design OK 大家可以看到哦 下面呢 有分成四个比例 分别是1比1 16比9 9比16还有4比5 这样子1比1呢 就是正方形的意思啦 就很适合用在Instagram的Feed OK 16比9的话呢 通常呢 就是 适合用在YouTube 或者是电视机 16比9就是横屏哦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 OK 9比16呢 就是竖屏的意思 就比较适合TikTok 或者是Instagram Reel OK 4比5的话呢 就是比正方形再长一点 OK 比较适合用在这个Facebook 好 这样子我今天呢就示范这个16比9的这个比例 因为16比9就是YouTube的比例嘛 所以我就点击这个Edit 来到这里呢 依然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是套用这个Template 所以呢 所有的东西呢 只需要替换还有修改就可以了 OK 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有著名这些号码 所以你们只要点进去就可以开始Replace了 OK 第一个的话呢 我想先放我自己的这个名字 OK 所以我就开始打 OK 上下呢 各自有一个照片 我们可以点进去 可以Replace掉它 成为你想要的照片 OK 我们可以去My Photo这里找出我们自己的照片 OK 所以呢 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画面 你只需要彩剪到你想要的这个比例就可以了 按点击Save OK 然后呢 再继续添加第二个照片 My Photo OK 我再点第二个照片这个吧 OK 选择我要的区域 然后按Save 好 这样子呢 就已经替换成功了 OK 我们继续往下 OK 来到第二个界面了 我们就一样看那个号码 然后呢 去修改 我们先修改 E吧 E的话呢 我可以写个Hi OK 2的话 第三句的话呢 点击这里 写什么好呢 嗯 Come in Go OK 这样子我就替换好了 OK 继续下一面 OK 所以下一面呢 一样哦 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号码E 这一次呢 我想换成一个Video OK 我就放我的原创歌曲好了 OK 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可以选择我要 裁剪的这个区域 OK 我就选这里吧 按Save 好 那一样呢 我要去替换我的这个文字 OK 点击这个文字的部分 啊 我就写Original Song吧 OK 可以往下一面咯 OK 下一面的话呢 我想放我的这个改编歌曲 点击My Video OK 我都已经事前整理好了 为了剪接 为了更好的示范 OK 我就呢 选择最尾的这个画面吧 OK 选择yes OK 然后那我再替换这里的文字 嗯 我就写 改编歌曲 把Cover Song吧 OK 来到最后一面了 终于 好 现在 我就要 放我自己的logo 我自己的频道的照片在这里 好 我就点击这个 这个 好 选择我要的比例 OK 差不多了 Save 然后呢 这里的话呢 我想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我的频道的名字 所以我再重新写我自己的名字 我已经把所有的文字啊 图片啊 还有这个影片都已经替换好了 这个时候我只要按Done就可以了 OK 直接点击OK 就好了 然后呢 我就等它rendering 那剪接完成过后呢 要怎样找到自己的影片呢 来到myvideo这里 OK 就可以看到呢 最上方这里呢 就是有你刚刚剪好的影片了 我们来播放给大家看看 好 是不是觉得很酷呢 如果你是那种完全不会剪接的人 我告诉你这个你可能剪三天五天 你都剪不出来 如果你想要分享给朋友看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旁边的这个Share 那如果你想要配合其他的影片呢 二次剪接的话 你只需要点击旁边的这个下载就可以了 它就会下载到你自己的这个电话 或者是Tablet OK 非常的快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视频博主 我是不会吹捧一个APP是完美无缺的 我先说说这个APP的优点版 优点一 模板超多 这些模板呢 每周都会更新 而且质量非常的高 如果你要在外面找人设计一样的片头 可能它会向你收费超过一千美金 第二 没有难度 你只需要懂得替换和修改 就可以马上创建高质量的影片 几乎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 第三 多国语言 这个APP呢 目前支持英文、韩语、日语、越南语、还有泰语 那听说之后呢 可能会支持中文 所以呢 我非常期待官方可以赶快更新 接下来我来聊聊一些这个APP的不足之处吧 第一 功能限制 这款APP的免费功能呢 已经可以制作一个精美的视频 但是有一些功能的限制 如果你是付费的高级用户 你就可以拥有更多的简洁自由 例如修改字体和使用高清的版权图片 Getty Image 第二 仅适合短视频 这个APP呢 比较适合个人使用 特别是适合做短视频 如果你想要做长视频 例如电影、微电影、电视节目 或者是绿幕抠箱的话 这个APP就不太适合了 总结而言 如果你想要制作一个吸引别人注意力的短片 我觉得Videomaster的模板 已经能够胜任了 尤其是制作YouTube片头影片 大家可以尝试下载并试用这个APP 如果你对剪接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会尽我的能力来回答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这个影片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彦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